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主要看的是女士的服饰 右边是一些当时的手工制品挂毯 接着看看他们的服饰 然后我们转到这个方向 这个地方展示他们当时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小小的办公桌和这个藏椅沙发 那个时代的人也玩五子连珠吗 这边展墙展示的就是跟美国内战南北战争期间的相关 看看这是马鞍 战壕里面那时候挂的战壕是这样的 这个军刀 那个时代的莱特庆 这还有一张照片 这有一个产品是1598年的圣经 现在还可以翻阅 现在还可以翻阅 这件服饰是林肯唯一的妹妹的装束 叫Sara Lincoln 这个是美国内战期间的一些展品 一些壁画相片 这还有一个当时用的来副枪 出了展厅的后门 这里边有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后院 然后这里边有很多模拟当年时代的一些叫Cabin 就是小木屋 很有意思的是 现在已经12点了 我却是第一个访客 管理人员 专门为我打开所有的门 这个后院 大概有10个这样的叫Cabin 小木屋 展示了林肯在印尼安那州生活时机 各个不同时段接触的不同的人 如跟老师 学校 教会 律师事务所 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 这个小木屋叫林肯Cabin 应该是林肯生活的地方 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个方向是他们就餐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餐桌 壁炉 这个角落里边还有一个那个时代的纺织机 他们使用过的瓷器 他们使用过的瓷器 这个是林肯的父亲 这个角落是他的休息的地方 这是他们可以在这里边休息读书的地方 老师的马车设备 这个小屋屋 这个小屋屋叫做school house 是他们的学校 看看他们的教室 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小黑板 这应该是小班授课 这个小屋是一个教堂 是亚伯拉罕民肯曾经去过的教堂 他们的条件比较简陋 这是牧师在讲课的地方 这个小屋是个法律师事务所 当时林肯住在这个事务所的北边 十七个英里的地方 他经常跑到这个 走路过来到这个法律师事务所 来借一些法律书籍 这是他之后的成为律师和从政的一个基础 这次是灭美术的地方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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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